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呢 我们为两家企业颁发了无人化示范应用的道路测试通知书 企业可以在先行区内开展无人化的载人示范和商业化的试点 这也意味着市民可以在经开区6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乘坐到无人化的自动驾驶车辆 这个无人化的车辆呢 驾驶员的这个位置上已经没有了安全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